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实际上问的是不是就是 与森林所对应的那棵二叉树中的幼子树是什么呀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将森林转化成二叉树 这棵二叉树的根结点是不是就是第一棵树的根结点啊 然后这个根结点的左孩子左子树 是不是就是第一棵树的剩余界点 然后右边连的是不是森林中第二棵树的根结点 然后同样左边连的是一个第二棵树剩余界点 然后这边连的是不是第三棵树的根结点 然后这边连的第三棵树的剩余界点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得到了一棵 由森林转化成的二叉树呀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二叉树根结点的幼子树 是不是就是这里啊 问你结点个数 那么这个结点个数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二棵树和第三棵树的结点之和呀 也就是M2加M3是我们的第一选项 谢谢大家